大家好,我是徐茲 我们都知道说 Keyboard在教会的私琴是最原始的 就是Keyboard的乐器 在还没有进拜堂之前 通常大部分的宣传我教会 都是用钢琴或是电子琴来当 教会的伴奏乐器 所以我们在课堂当中 我们还是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个人私琴的部分 因为我相信还是有许多地方 许多教会是会用得到的 就是还没有跟乐团配搭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会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学习到跟乐团配搭 这个也是许多 特别是从古典音乐要跨入到现代音乐 他们通常比较不知道 如何去表现在 用Keyboard去跟其他的乐器 来配搭 这个也是在我们课堂当中会学习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都知道Keyboard 有各种不同的场排 然后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们也会教导说 如何将这些音色 可以用在适合的歌上面 那通常Keyboard 它会分成有两种 一种是本来它就是键盘乐器的 例如说钢琴 例如说像欧梗风琴 这个本来就是键盘乐器 所以当一个学钢琴的人 他去学这些他可能会比较容易 可是有一些乐器 并不是钢琴的音色 例如说弦乐 或者说弓管 我们常常会用到 那你就要学习如何用Keyboard 它并不是弦乐的乐器 可是他要去传播去弹它 那这个技巧上面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课堂上 会教导的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 我先讲第五点 第五点就配合刚刚 我讲说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钢琴 应该说钢琴Keyboard 这个乐器是跟少数 少数乐器它同时可以做独咒 又可以做伴奏 那很多乐器它是没有办法 离开别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独咒乐器 它没有办法发出和弦 没有办法有这么宽管的音域 那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钢琴或是Keyboard 这类乐器它很容易做到 它既可以独咒 它又可以当成一个配角 就是它当成一个伴奏 那然后再来就是极星的能力 因为什么叫极星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现代音乐所看到的谱 它可能不会像图点音乐 把每一个音都那么清楚写下来 它可能会结果给你们一些和弦 然后所以你们就是要自备 要伴奏的能力 然后有去设计前奏前奏这种极星的能力 这个是我在课堂上会教导的 再来就是刚刚第四点 那个曲风技巧跟情感的处理 这个是比较中高级的课程 就是在当你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加入这些如何介绍一些 现在的曲风 知道在Keyboard上如何去表达 然后还有一些技巧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技巧是需要长期不断累积的练习 然后当然有一天你可以 练习到一个程度 你可以凭你的直觉很 直觉就很容易的 弹出你所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情感处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课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 应该说一首歌呢有一些 一首歌每一个人都可以 照顾谈一样的东西 可是听起来会感觉不同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他情感的表现不一样 我可能跟你跟你谈一样的懂了你 在那里 可是也许我谈的 听出来跟你们谈的会有点不同 所以这个都是情感上的表现 这也是课堂上我们会所讲到的 大家就这样 谢谢大家